念卡片 线上爱的告白 老婆在身旁忍不住流泪 艺人佑盛今年六月 遭卷入密度风暴 艾家形象全毁 被检调查后 八号将佑盛起诉 更成为艺人界 起诉第一人 从我身后环抱着 在我的胸上 就是僵住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回应 当时遭执政利利 共三人遭警方约谈 但最终都没提出告诉 检方调查发现 其中一名女子 在工作结束后 佑盛表示顺路 可以载她回家 随后女方开着佑盛车到家 佑盛以需要上厕所为理由 进入到女生家 结束后 似乎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借口心情不好 向被害人抱怨 趁被害人放松警戒 对她做出猥亵动作 最后是被害人反抗 佑盛才离开 遭强制猥亵罪起诉 事发之后 佑盛道歉神隐 上个月才终于又在网络发文 自己在进行禅修 还有心理諮商 十月二十二号内文更写上 自己正在学习家庭和谐的课程 希望可以不要将痛苦的人生 传给小孩 更对老婆喊话 还希望家人可以一起加油 似乎一切阴霾正在退去 如今遭到起诉 最高可能面临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徒刑 佑盛经纪人表示 目前不对外回应 佑盛成为密兔浪潮下 艺人界遭起诉低人 昔日顾家好男人的形象 早已回不来